上海解封官媒意外透露两个月封控真相 人民日报定调 习近平显露败相 攻台行动将让中共付出极为血腥代价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6月1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上海6月1日解除实施了两个多月的封控 此前该市已连续四天无新增新冠死亡病例 但并没有实现清零 而中共官媒的报道却无意间透露了一个 此前不愿承认的秘密 那就是上海封控的两个月里 其实一直都在军管状态之下 综合媒体报道 从6月1日起上海2500万居民中的大多数人 可走出家门并返回工作岗位 除高风险地区外 所有商业场所都可恢复经营 公交和火车将恢复正常运行 对私家车的限制也将取消 购物中心和其他商业中心 可在客流总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75%的前提下营业 但上海依然距离恢复正常生活还很遥远 据路透社报道 市民出门依然被要求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不群聚每72小时核酸检测 以乘坐公共交通和出入公共场所 出入场所扫码等等 有网民提醒上海市民 如果有机会去超市 还是尽量储备一些便于长期保存的物资 一方面是因为Omicron的传染性太强了 谁也不能保证会不会还有第二波 另一方面任何时候相信中共官方的话 都是在往死路上走 外界注意到中共官媒在报道上海解封时 意外证实了上海这两个月 其实处于军管状态 据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6月1日表示 解放军背情力量圆满完成援护任务 微博还配发了三张照片 两张是身着迷彩服的中共士兵撤离上海的画面 另一张是大型中共运输机打开机舱的画面 此外虽然上海解除封控但依然没有达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要求的清零 上海在过去的24小时依然通报了31宗病例 比前一天下降了53.7% 是3月6日以来的最大单日降幅 面对传染力极强弹毒性锐减的Omicron变异毒株 习近平依然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 作为中国最大金融中心和经济重镇的上海 被遏制疫情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个人代价 另据报道 在解封前夕上海部分企业家和投资人5月30日发表公开信 其中提出要求严惩疫情防控期间 违法乱纪网共民意的各级政府和基层官员 严惩健全滥抓滥捕的执法司法人员 整肃公检法队伍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上海解封当晚通报 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但通报备有透露 张本才相关违法违纪是否发生在上海封城期间 近期在中共党内作为一二把手的总书记 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路线斗争公开化 从防疫经济到外交等各个领域 双方各说各话各行其事 有分析认为近期习李争锋 貌似强人的习近平已经渐渐显露败象 万维读者网博主朱青沙白更指出 人民日报近日文章删除习近平思想背后意味深长 长期以来习近平大权独揽权力傲慢 对废居第二的李克强竭尽打压排挤边缘化 甚至颠覆了中共过去的总书记主管党务 总理主管经济的内部机制 蛮横地从李克强手中夺过经济大权 史评人士陈破公6月1日发表的评论指出 习近平党管经济的结果是一塌糊涂 一地鸡毛一场浩劫 宏观上经济产值大幅缩水 经济增速大幅滑坡 各地财政收入暴跌 有中国经济引擎或火车投资称的 香港和上海先后遭到摧毁 占中国产棉80%的新疆棉遭全球抵制 社会上大量企业倒闭 失业剧增 创历史记录 年轻人躺平 人口巨减 物价高涨 人民叫苦连天 在封城期间 击寒交迫 文章指出 身为中共总理的李克强 在逆境中坚持跟习近平做斗争 在逆流中抗击习家军的干扰 虽处境险恶 形势艰难 却竭尽所能挽救经济 抢救企业 保障名声 党员官员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李克强逐渐获得 党内多数人的同情与认同 李克强是居二号领导人地位 看似弱势 但一旦获得中共高层和政治老人的 多数派支持 依据中共党内生态 并不难 由弱变强 以任克强 以柔克刚 后来而居上 近期习李争锋 貌似强人的习近平 已经渐渐显露败向 按照党内的定性 李克强坚持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和国际合作 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人 习近平倒行逆施 大开历史倒车 经济上搞国进民退 外交上搞闭关锁国 政治上图谋复辟 毛时代或文革旧治 就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 由此可见 且不说改革开放以来 党内形成对任期制的共识 即便从中共的历史逻辑出发 李克强与习近平斗争 甚至取而代之 习下礼上都具有其 党内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范围读者网博主 视频人士朱青沙白的评论文章 留意到 在5月30号的人民日报 发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是如何开创的评论文章 对习近平上任以来的 所谓政绩 用华丽的词早进行了吹捧 但细心之人读过全文之后发现 习的名字在全文中只出现过一次 更令人不解的是 自19大以来 几乎在任何一篇重要文件和文章里 都必须采用的 并已纳入党章的规范化说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文章里尽消失的无影无踪 文章中反复出现的只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他指出 人民日报的重磅评论文章 居然把全党原意规范化 犹如习地灵魂一般的习近平思想 给删除了 背后恐怕意味深长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丁最新表示 美国愿意扩大对台湾的武器 援助和军事训练 以应对中共对台湾日益增长的威胁 美国CNN访问多位分显示 表示中共攻台虽然可能获胜 但中共会付出极为血腥的代价 奥斯丁在最新的书面采访中 告诉日本经济新闻 美国将向台湾提供必要的 国防物品和服务 以使其能够保持与中共威胁 相称的足够自卫能力 长期以来 美国的法律规定要确保台湾的防御能力 但对中共侵台是否进行军事干预 美国一直采用战略模糊政策 5月初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马克·米利将军 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 中共目标是在2027年之前 获得入侵台湾的能力 日经解读说 奥斯丁回应的真实意图虽然不明朗 但似乎也暗示了美国出兵的可能性 俄乌战争爆发后 拜登政府决定不向乌克兰派兵 5月23日 在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 针对美国是否会军事介入防卫台湾一事表示 美国会与其他国家一同 确保北京不会对台动武 愿动用武力防卫台湾 CNN近日报道 援引多位分险士指出 中共的军队 飞弹及船舰数量构成的总体战力 可能超过台湾 即可能前来持援的盟友 中共若有决心拿下台湾 可能可以半岛 虽然中共在海陆空等战力 都有数量优势 但中共在每个领域都有弱点 中共的攻台胜利 将让其付出极为血腥的代价 报道指出 中共为了攻台 必须将大量的战车 火炮 弹药 燃料 及作战人员 集中在海岸线 并运送大规模部队 渡过长达177公里的台湾海峡 在这段渡海期间 船舰无疑是最好的标靶 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 欧布莱恩直言 中共清台想法 对中共海军来说 市场大屠杀 原因在于台湾一直在储备 陆基反舰飞弹 相较舰艇 反舰飞弹便宜许多 前美国海军潜舰舰长 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 徐卡特表示 有鉴于中共船舰的数量优势 中共可能会派出数百 甚至数千艘的船只 来抵消台湾的飞弹数量 报道指出 即使中共愿意承担渡海作战风险 将部队送上台湾海岸 解放军陆军依然要面临艰苦的战斗 台湾有15万名士兵 和250万预备役的人员 了解台湾地理优势 并在掩体中等着攻击解放军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亚洲计划主任格莱仪认为 当今的中共军队 并没有经过实战考验 若袭击台湾可能会遭受重大损失 格莱仪表示 解放军认为解放军队躲起 和控制台湾缺乏充分的信心 解放军也自知部分能力不足 加上乌俄战争凸显中共 可能面临的挑战 在台湾海峡发动战争 肯定比俄军越境攻击乌克兰还难 而且乌克兰展现出的高昂士气 与捍卫自由的意愿 让台湾人民相信 要为自身国土而战 同时也可能改变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想法 好了 以上是本期 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千呼万唤 万维TV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用粤语陪你见证世界局势风云 紧贴即时热点新闻 世界面面观 星期二到星期六 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万维TV粤语台和你深入阅读世界脉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